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哲学史不是思想史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在做这个冰的哲学的节目的时候 重点在让大家理解某一些概念和想法是怎么样孕育出来的 而不是单纯在跟大家介绍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 希望听到这里大家至少可以发现这一点 不然会很难过 好啦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 上一集的康德还没有讲到重点了 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上一集跟大家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是如何让现象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而且为此提供一套形上学的基础 那当然这里的形上学呢要打上括号 因为康德认可的形上学呢不在于确立新的抽象存在 而在于界定人的认知能力的界限 而康德对于现象所提出的讨论基础呢 就在于上一集跟大家提到哲学里面的哥白尼转向 人的所有认知反映出来的不是外在世界如何 而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加工 在这个加工的结构上面 能不能找到足以建立科学知识的基础 大家如果完全不记得或是没有听过上一集的话 回去听一下会比较容易懂这一集哦 不过上一集我又叫大家去听更前面的内容 这个代表呢 这真的是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 这个前后顺序呢有推演的关系 好 我又离题了 上一次我们结束在康德综合了经验主义 和理性主义的这个点上面 尝试终结这个基生蛋诞生计的这个问题 到底是先有经验才抽象成抽象的知识 还是先有理性的分析原则才能拿来分析经验 康德这个何世佬呢 就打算说哎哎不要吵 两个都是第一 没有理性原则的认知是盲目的没有意义 没有经验的认识 则空洞没有内容 所以讲这一大堆到底跟自然科学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因为康德想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任何认知的基础 更是要找到普世为真 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基础 认识了科学到底是什么之后 才能够进一步界定 自然科学是什么 这个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分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哦 所以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再回去 不知道哪一集听一下 这一集是会员限定集 没有订阅的听众朋友就只能收听到这里咯 冰的哲学当初是专门替哲学新媒体订阅会员制作的声音节目 感谢文化部补助部分的制作费用 将开放一半的集数 也就是所有的偶数集给大家收听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听看 这一集是单数集 想要收听完整内容 欢迎订阅哲学新媒体 登入网站帐号后即可收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